4月17日早间 水滴公司向美国SEC递交招股书 向纽交所上市发起冲击 估值获达百亿美金 高盛 摩根斯坦利 美银美银为成销商 作为国内领先的保险和健康服务平台 水滴公司有望成为国内第一家 登陆纽交所的保险科技公司 招股书显示 水滴宝 水滴筹分别是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保险分销平台 最大的个人大病求助平台 目前 水滴主要售卖健康和人寿保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已与62家保险公司合作 提供200种健康和人寿保险产品 累计以支付保单技术达到3070万 保险用金收入是水滴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占89.1% 水滴宝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分别实现了9.73亿 66.68亿和144.26亿的首年保费收入 带给水滴公司的营收分别为1.22亿 13.08亿和26.95亿 因此 说水滴是一家互联网保险经纪公司 丝毫不为过 对外宣称零服务费的水滴 核心赚钱业务就是保险商城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水滴公司起家的水滴筹业务 在整体流量占比上逐年下跌 除了流量压力 水滴近来亏损额度也在逐渐扩大 招股书显示 2020年的亏损直接增加了107% 水滴方面表示 亏损来自于销售营销费用 以及因涉足保险业务带来的成本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水滴也是一家典型的腾讯系公司 腾讯持股比例达到了22.1% 腾讯除了是第二大股东 以及占有一个董事会席位外 也与水滴有较为紧密的业务合作 比如 水滴使用腾讯财富通的支付业务 过去三年向腾讯支付了6440万元 7790万元和3410万元的付款处理费 2020年 水滴还付给了腾讯1.872亿元的营销费用 此外 水滴过去三年也使用了腾讯的云服务 2020年耗资2690万元 水滴公司上市的消息出来之后 不少网友的意见偏负面一些 水滴筹成立于2016年 美团的联合创始人沈鹏 进行二次创业 这次他创办的就是水滴筹 他的初衷在于搭建一个可以帮助重症又缺钱的患者 进行募捐的平台 承诺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这初心是好的 看上去也没有任何问题 凭借这点 水滴筹的链接迅速席卷中国人朋友圈 巨大的用户规模和猛烈的发展石头 吸引了腾讯 美团等互联网巨头的下注 公开数据显示 从2016年4月至今 水滴公司已完成七轮超40亿元融资 在2019年11月30日 离视频发布一则 卧底水滴筹 医院扫楼 筹款每单提成的视频报道 报道指出 互联网筹款平台水滴筹在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 派驻地推人员 在各个医院病房进行扫楼 引导患者发起筹款 此时当时引起巨大的争议 模板化撰写求助故事 筹款顾问工作有一套标准固定模板 水滴公司依靠水滴筹地推形成的场景和流量 来销售保险 操作师范 且消耗了社会爱心 一路走来 水滴可以说是在争议中谋发展 2021年3月底 水滴公司关闭了在线医疗互助平台 水滴互助 知情人士指出 这更多是为水滴公司赴美上市 排除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因素 公开资料显示 2016年5月上线至今 水滴互助累计帮助 21,235位会员 分摊了大病和意外互助金 累计服务了8000多万会员 其中70%以上 来自国内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 2020年9月 银保监会在一份 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集对策建议研究报告中 直接指出 相互保 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 数量庞大 属于非持牌经营 涉重风险不容忽视 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 形成沉淀资金 存在跑路风险 如果处理不当 管理不到位 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实际上 随着互助会员越来越多 网络互助的不保证足额赔付的军摊模式 已经难以满足实际治疗大病需求 对此 沈鹏在当天的内部信中表示 最近这两年 各种普惠健康险产品也不断出现 用户有了更多选择 保大病也在向保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们相信 是时候对业务进行调整和升级 是网络互助行业的发展趋势 此次互助业务转型后 水滴公司将会进一步加强保险业务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